事实上最惨男主第一集就领便当 这个少年叫中岛 在这座到处都是超能力者的学校里 显然是个小可怜 然而其实他拥有无比强大的超能力 只不过喜欢扮猪吃老虎罢了 这些超能力者被困在孤岛的超能力学院 毕业之前不允许外出 也不允许联系外界 而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打倒人类之敌 这天班里来了两个转校生 第一个冷酷白毛帅哥叫龚野 他只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没有说出能力 而这引起了班上刺头小胖的不满 小胖本来想教他做人 没想到居然被那害人的眼神给吓怕了 不过第二个转校生就是个可爱的萌妹子了 少女名叫娜娜拥有独心的超能力 老师把她安排在了阿中的旁边 结果一下课 娜娜就跑过来问中岛是不是被霸凌了 小胖便听他解释 其实中岛他没有超能力哦 可惜娜娜毫不在意这些 仿佛对中岛很感兴趣的样子 一直常认他问东问西 介绍完了转校生之后 老师宣布要选班长 在头小胖和傲慢蓝毛一马当心加入角逐 中岛原本想像以往那样作为旁观者 但读懂人心的娜娜 却鼓励他为自己争取一把 没错 其实中岛对当领袖很有执念 他从小就被爸爸教育要成为领袖保护别人 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个信念来到岛上的 但那番畸形澎湃的宣言 却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因为他平时从未展露过自己的超能力 大家便以为他的能力太过弱小 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被留下心灵意义的中岛 说什么也不愿意参加班长的争夺 娜娜便一直缠着他 想要治愈他 因为中岛是整个班级里心生最干净的人 不知不觉中 中岛也被这个少女打动 两个人一起来到悬崖边看海 突然娜娜的身体像是不受控制一般扑了下去 原本就不结实的绳子瞬间断裂 幸好中岛及时拉住了他 与此同时 另一个转校生公爷正在偷偷翻看班级的资料 被救上来的娜娜告诉阿中 刚刚好有人推了他一把 难道是人类之地混入学院了吗 晚上两个人一起回到了宿舍 但娜娜一不小心踩到了中岛的雷点 惹得中岛生气气来 一不小心对他口出恶言 结果娜娜不仅没生气 反而半夜给中岛送他落在食堂的手表 中岛有些感动 但还是没参加第二天的争夺战 没想到比赛中途小胖突然发飙 居然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 眼看娜娜就要被击中了 中岛情急之下挡在他的身前 他的超能力终于暴露 让别人的超能力无效化 最后大家一直赞同 又愿意保护别人的中岛担任班长 也就是领袖 阿中和娜娜又来到了昨天的悬崖边上 他也坦承了自己的一些事情 原来中岛从小就是在父亲的打鸡教育下成长的 他们家不当领袖就是无用之人 所以中岛对父亲画着非常复杂的感情 尊敬他的同时又在埋怨他 你只手表也是父亲送给他的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他是真的很感谢娜娜 两个人的气氛还有些暧昧 娜娜还握住中岛的手 让他试验能不能让自己的能力无效化 阿中便让他猜一下自己心里正在想什么 同时在心里想今后请多关照 然而下一秒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娜娜突然一把拉过中岛 然后顺势将他推下悬崖 中岛猝不及防 只能看看拽住那根断掉的绳子 抬头望去看到娜娜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娜娜猜他心里想的是 为什么他要杀我 并且告诉了他答案 其实娜娜根本就没有独心的超能力 他只不过是善于观察而已 通过这些细节 完全掌握了中岛的心理 并将他骗到这里杀掉 娜娜又说出了这么做的答案 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类之敌 真正的人类之敌已经被绝养在了这座学校 没错 就是他们这些超能力者 尤其是中岛 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敌人的领袖 娜娜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中岛掉了下去 她手机上打开的界面显示 中岛七雄 预计杀害人数一百万以上 多年前最初的超能力者 曾经仗着自己的能力在世界上唯于所欲为 直到后来他们被人类的军队压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类的想法和国家形势都发生了改变 目前的国家不仅公开承认超能力者的存在 还把他们召集到宣称是国内训练设施的学校进行隔离 这些超能力者会被教育 要为了人类之敌的怪物战斗而努力训练 但国家对他们始终不放心 于是派娜娜过来 暗中处理掉岛上的人类之敌 那些人告诉娜娜 超能力者有多么可恶 多么残暴 以及他们未来有可能会造成的伤亡有多大 如果他们开始结党因私 到时候就是人类的末日 经过日复一日的洗脑 娜娜终于来到了这所学校 中导指她的第一个目标 她一边融入大家 一边悄悄观察众人超能力的特性 比如蓝毛从来没说过 但娜娜知道她的冰冻能力只能动住物体 没办法动住人类 这时旁边的小胖跟别人起了争执 娜娜也注意到了这个名叫色子的同学 蓝毛告诉娜娜 则很有可能是这所学校最强的超能力者 她可以停止时间 不过娜娜却有别的怀疑 中午吃饭的时候 特地坐到色泽对面打翻水杯试探了一下 已经翻来的水杯居然重新回到了色泽手中 果然她的能力并不是时停 而是回到过去 只是用这个能力似乎很好费力气 色泽已经开始喘粗气了 她向娜娜坦承自己的超能力确实是回到过去 然后激动的邀请她和自己一起拯救世界 将过去的那些不正切全部修正 娜娜在心里默默吐槽 有这超能力连三观都给变了 紧急着开始担心起来 万一对方回到过去 看到自己杀害中岛的场景怎么办 不疼她深思 公也走了过来 今天中岛没来上学 老师说她请假了 但公也不相信 她专门去了中岛的宿舍没发现人 这两天只有娜娜和中岛最亲密 她没过来问是怎么回事 一边问一边揉搓娜的的马尾 娜娜不敢轻举妄动 生怕她再用什么能力试探自己 便把锅推到了人类之敌身上 还暗示公也有点奇怪 她跟中岛都没什么交集 为什么会这么关心 一旁的瑟泽也可是觉得不对劲 公也便留下一句 我只是想交朋友就转身离开 不过公也对中岛的在意也提醒了瑟泽 她跑到瑟泽宿舍门口发动能力 发现中岛昨晚确实没有回宿舍 再只能回到同一地点 且最多24小时以前的过去 娜娜一边担心一边带她来到昨天的悬崖 好在瑟泽并没有看到娜娜推中岛下去的那一幕 只看到两人握手时 就被当时娜娜察觉到了 而这个娜娜的记忆同时被改写 她是等瑟泽消失后才下杀手的 瑟泽也打消了对娜娜的怀疑 可惜娜娜并不打算放任这种危险的超能力 继续存在下去 当天晚上她再次找到瑟泽 告诉她 其实自己亲眼目睹中岛被人类之敌袭击了 然后把她带到了小树林 希望瑟泽能改变过去救回中岛 并解释之前不说是因为她对瑟泽也有怀疑 瑟泽心怀正义 没有怀疑娜娜的话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今天上课的时候 蓝毛把池塘给冻住了 娜娜便悄悄用土 再把冰冻池塘给盖住 等瑟泽站到这里回到24小时之前 当时的池塘是没有冻住的 她不会游泳 只会溺水 就算撤去能力回到现在 池塘被冻住 她更出不来了 就这么残忍的被闷死在了池塘里 而娜娜则若无其事的回到宿舍 路上还和公爷擦肩而过 公爷在晚上独自一人跳下了悬崖 第二天又浑身湿漉漉的来到了教室 脑壳上还粘着一片叶子 直接告诉娜娜 这个人还有可能会阻碍自己的计划 她便敲击地跟踪公爷 发现公爷也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还会偷偷去废弃的小木屋喂猫 于是娜娜开始和她正面接触 结果对方居然直接邀请她来自己的宿舍 娜娜进去一看 好家伙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 居然是个死宅 话不多说 先来把游戏再说 而在交团的过程中 娜娜对公爷越来越感到奇怪 对方好像有点不安事事 还有点反差萌 明明顶着这么一张冷酷的脸 却会时不时说出天真可爱的话 行动也很随心所欲 她很表示 很希望娜娜刚转学过来 就能交到这么多好朋友 然后告诉她 自己其实为了妹妹才来这座岛的 公爷的妹妹也是个超能力者 但是被召集到这座岛后 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而中岛失踪后 老师的反应也很奇怪 她居然完全没有调查的意思 她觉得这座岛有秘密 把超能力者召集过来 说要训练他们打败人类之敌 可那些训练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东西 仅凭这些 真的能打败老师口中的怪物吗 从公爷房间里出来后 娜娜松了口气 结果下一秒公爷就叫住了她 并亮出了手中的手表 毫无疑问是中岛当时丢失过的那块 公爷把娜娜带到了悬崖边 问她中岛失踪那天她在干什么 娜娜的话一半真一半假 她告诉公爷自己那天的确跟中岛来过这里 但六点后就分别了 所以她也不知道那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试图把锅推到人类之敌身上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类之敌 那就请人员超好的娜娜将这件事告诉大家 娜娜表示没问题 但是作为朋友 她希望公爷告诉自己她的超能力是什么 公爷面无表情 你不是有读心术吗 那你倒是听一听啊 娜娜根本就没有超能力 只能暂时含糊了过去 她从上次那里得到的学生资料 只显示公爷的超能力和身体能力系统有关 但当时那些人告诉娜娜 资料只能作为参考 超能力是可以根据能力者自身的素质增强甚至改变的 不过 公爷能从那种地方把手表捞上来 说明她的身体素质肯定不错 而且使用超能力往往会需要一定的代价 比如色泽回到过去都会消耗大量体力 第二天 娜娜跟公爷一起去岛上 叫忽略人类之敌的事情告诉了老师 老师看见了一点也不靠谱 只说自己会赶紧联系上面的人 公爷已经意识到只能靠自己 和娜娜从办公室出来后 对方突然不经意的说 中岛好像养了猫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说完后就快乐的跑开了 公爷看着她的背影 心中产生了怀疑 她和中岛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得知中岛出事后 没有露出一丁点伤心难过的样子 不过她还是带着牛奶 像往常一样进了那个废弃小木屋 又将牛奶倒进锅里准备加热 殊不知这是娜娜给她设的一个局 根据房间里的一些细节 以及公爷的某些行动 她已经断定这个人的鼻子不是很灵广 所以绝对闻不到小木屋里充斥着的瓦斯气味 果然公爷一无所知的打开了煤气槽 紧接着小屋瞬间瓦斯爆炸 猫从娜娜怀里跑了出去 娜娜也迅速跑到了小屋面前 看到公爷居然从火里爬着出来 正准备去喊人救火 就被公爷给拉住了 公爷质问她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知道我在里面 为什么会突然说起猫的事情 以及明明有毒心术 为什么不知道我是不老不死的 这次娜娜真的震惊了 她是真的没想到 对方的超能力居然这么离谱 可公爷身上的快速恢复的伤口 告诉她是真的 很明显公爷已经的怀疑娜娜了 但她现在还没有证据 不能和娜娜撕破脸 只告诉娜娜自己的鼻子不灵是天生的 并不是能力的代价 真正的代价 她已经在心里默念了 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她会独心的朋友 娜娜虽然心中震惊 但面上不显 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 因为中导之身没有出现 狼猫他们便提议选一个新领袖 这时几个吵吵然然的女生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名叫小满的女生 收到了一封情书 两个朋友正在打去她 突然小满注意到了娜娜腿上的伤口 竟然抱上就开始舔 她的潮能力是治疗 被舔过的地方可以很快复原 果不其然 刚刚的伤口已经不见了 这份能力的代价是虚减小满的寿命 娜娜还以为小满会是个难得的好人 偷偷点开资料一看 说小满未来预计会杀死15万人 便不再心软 并将她设为了下一个目标 还把那封情书 是小满的两个朋友捉弄她的事告诉了她 大晚上不睡觉光明正大坐在门口 无奈娜娜只能从窗户跑出去 可惜还是被公爷发现 她捕捉娜娜的身影后就追了上去 突然听见小满的房间传来一声尖叫 公爷立即跑去 一边跑一边思考娜娜身上的可疑之处 然而推开门看到的就是倒在地上的娜娜 她的后腰处有一个很深的伤口正在流血 小满立即爬下去开始舔 娜娜解释是自己在房间睡觉的时候 听到窗外有敌人的声音 就直接跳窗追了上去 发现对方的目标是小满就赶紧过来提醒 小满也说娜娜刚开口就被敌人坐后面袭击了 只不过两人都没看见敌人长什么样 可能是教科书上说的能隐身的类型 当然这其实是娜娜自己干的 她就是要引起慌乱 要让所有同学都知道 有人类之敌混了进来 从而成为整个班级的领袖 但公爷却直觉的不对 第二天一大早就质问娜娜 明知道她就在门口 为什么不叫上她一起 以及如果是隐身性敌人的话 为什么她一过去 敌人就逃走了 按照老师说过的人类之敌的实力 就算把在场的三个人全部吃掉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 没错 她怀疑根本就没有人类之敌 而是娜娜在自导自演 反正医疗兵小满就在旁边 肯定不会让她死掉 可她没有证据 大家更不会相信她 突然有同学提出 中岛不在了 大家一起选个新领袖吧 然后一致推选人员最好的娜娜作为领袖 而当上领袖后 娜娜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小满去收集大家的超能力情况 而公爷也没有打消对娜娜的怀疑 她当时看了一眼牲口 应该是被尖锐利器所伤 如果是锥子或者螺丝刀之类的东西 是可以藏在衣服里的 娜娜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决定之后换一换杀人的方式 不能老是搞这种人类才能弄出来的痕迹 她准备尽量以类似魔法的杀法 现在最痛苦的还是公爷 她明明什么都推理出来了 可是没有证据 也不知道娜娜的杀人动机 便不敢确定 这天晚上 娜娜在小木屋里调制毒药 却被一个黄毛同学叫住 黄毛掏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娜娜想要勒死她的画面 第一点是学区的体育室 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十点 而黄毛的超能力是 将未来发生的事情用相机拍下来 为了让娜娜相信自己的能力是真的 大半夜的她把人带到了食堂 又给娜娜看了另外一张照片 她在这里被荞麦面盖头的画面 刚好是让娜娜断了一碗荞麦面 娜娜下意识地要改变未来 就跟大麻说自己不要了换别的 大麻便端着面转身离开 突然脚下一画面飞了出去 正好盖到了娜娜头上 黄毛是想让娜娜知道 照片上的未来是绝对不可能被改变的 说着又逃出了一张照片 是娜娜将中导推下悬崖的画面 没想到平时最被人注意的同学 才是最深藏不露的 不过这个黄毛并没有将照片公主于众 她居然只是想利用照片 威胁娜娜做自己的女朋友 班长你也不想这张照片被公布吧 就这样 娜娜被黄毛唯一所欲为 黄毛自己也摆烂了 反正她曾经说过 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也就是说她还是会被娜娜勒脖子 但照片上只显示了自己被娜娜勒脖子 那之后究竟怎么样没人知道 是黄毛反杀 还是娜娜彻底勒死对方呢 娜娜也很好奇 当天晚上变成对方睡觉 偷偷用黄毛的手指摁下快门 拍到了五张照片 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 她面露震惊 心中直呼不妙 开始思考 命运什么的真的不能改变吗 第二天早上黄毛苏醒 从那张勒脖子的照片上的月亮可以看出来 大概率照片事件会在今晚发生 黄毛看到床上的四张照片没有惊讶 反而告诉娜娜 自己的能力是每天晚上拍摄五张预之未来的照片 那么剩下一张在哪里呢 她直接把手伸向娜娜的怀里 逃出来看后 便明白娜娜为什么要藏起来了 这有点刺激啊 照片上的娜娜被浑身绑扶起来 而且衣冠不整 看来那场搏斗终究还是黄毛的胜利 娜楚楚可怜的表示 自己根本就不想杀黄毛 还让黄毛跟自己一起努力改变命运 可惜黄毛根本不信她的鬼话 反正到了十点自见分晓 现在时间还早 黄毛放心的去洗了个澡 娜娜本想趁机毒杀她的 突然听到左廊传来了别的同学的声音 便收起毒针 改将黄毛的手表调射了一下 然后告诉黄毛她也要去洗个澡 并且快十点的时候埋伏在体育室 刚掏出毒针结果手一滑 毒针滑出去了 刚好这是黄毛推门进来 她独心自己在十点前不会被攻击 然而娜娜把她的手表调慢了十分钟 现在正好是十点 娜娜直接出现到黄毛身后勒住她的脖子 没想到黄毛早有准备瞬间反杀 将娜娜摁在地上 给她看自己的夜光手表 她早就知道表被调慢了 所以早就调回来了 而娜娜的行动证明了 她对黄毛真的有杀意 既然如此 她就不客气了 说着朝娜娜伸出了罪恶的手 娜娜根本不慌 刚刚争执的时候 之前掉落的毒针盒刚好在她手边 她顺势扎了黄毛 果然黄毛的身体开始虚了下去 只有一点张照片 只不过是娜娜的自拍而已 她知道黄毛独心未来无法改变 便用对自己不利的照片 让她放松警惕从房间里出来 真正的第五张照片是 这一幕会被公野和小满看到 此时的黄毛已经晕死过去 娜娜什么也没解释 只是贪度的地上让小满快救救黄毛 同时思索面对公野的结吻 她都做好黄毛那些照片 被公野发现的准备了 结果公野掏出的是她的那张自拍照 这岂不是天助我也 娜娜当即表示 自己也是被黄毛威胁的 那人手上还有她的入狱照 说不听话就把照片发给全班同学 刚刚还说得强迫她 但黄毛并不是她杀的 还忽悠公野说 她感觉到周围有人类之敌的气息 这是又把锅推给怪物了呀 之后娜娜留下一句 明天会给同学们解释的 便离开了体育室 并且立即回到房门的房间 回收那些照片 刚放到包里 公野就推门进来 公野手里拿着的是娜娜的自拍照 她直觉这张照片不对劲 黄毛平时老是炫耀 自己拍下的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既然如此 那出事的应该是娜娜 为什么死的人会是黄毛呢 难道说这张照片不是黄毛拍的 更后患 如果是勒死人的话 一般绳子绕一圈就够了 可照片上可是绕了两圈 不得不说 这公野就像拿了剧本一样 可惜每次来晚都找不到证据 而娜娜回到房间后 发现少了张照片 顿觉不灭的她立即回到体育室 那里小满一直在努力抢救已经死了的黄毛 感觉手下触感怪怪的 掀开一扶一看是一张照片 上面是娜娜把中岛推下去的画面 娜娜已经做好了弄死小满的准备 娜娜没想到 小满一脸天真的把照片递上去 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娜娜一同忽悠 说黄毛来到岛上后就不努力学习 应该是超能力退步了 她之前解读过黄毛的内心 知道黄毛现在的能力 只是把自己梦到的场景印成照片而已 又不好意思把超能力退步的事情告诉别人 没想到天真无邪的小满还真的信了她的鬼话 还和娜娜约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之后众人参加了黄毛的葬礼 公爷又开始跳身排出来带队了 她告诉同学们黄毛死得很技巧 所以她想在送去活葬之前申请解剖尸体进行验尸 娜娜不同意 要公爷和自己出去聊聊 又开始了自己超高小级的忽悠技巧 她告诉公爷自己其实早就知道他是不劳不死的了 可是假如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有凶手 凶手为什么要攻击不劳不死的公爷呢 听到这句话 公爷陷入了沉思 原本怀疑娜娜的心也开始动摇 她又回到了葬礼 坚持留下尸体解剖 结果手刚摸到棺材板 黄毛自己就把棺材板给掀了 原来班上有一个拥有死灵术的同学 这个真丝可以操纵尸体 只要把尸体变成僵尸 就能唤起尸体的记忆 需要知道什么直接问就行了 这次娜娜是真的开始慌了 立马车谎说 自己刚才隐约听到了黄毛的心声 说他很痛苦 公爷虽然说要解剖 但是把人好好的尸体 被人僵尸也太超过了 同学们听了娜娜的话 也都不忍心 于是就此作罢 葬礼结束后 真丝就消失了 她的青梅猪马 幽香告诉娜娜 真丝平时不来上课 白天就在寝室睡觉 搞得娜娜想下说的没机会 直到晚上敲敲跟踪幽香 发现两人居然大半夜又会 刚准备行动 公爷就又出现了 娜娜都快烦死这个白毛了 无奈只能跟着一起出去 真丝不太想跟他们交流 便独自离开 挥手的时候 公爷注意到他手上的伤疤 幽香告诉他 那是烧伤的痕迹 五年前 他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发生火灾了 真丝为了掩护其他人逃跑 自己受伤 关键时刻 幽香举醒了怪力 一拳锤开安全出口的大门 把真丝给抱着出来 还说真丝是个好人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 平时看起来阴沉就讨厌他 娜娜倒是没有讨厌 他只想赶紧弄死这个人 于是白天结果不舒服 去保健室休息 然后悄悄离开 去了几乎没人的男生宿舍 真丝果然在睡觉 娜娜毫不犹豫地 将毒针扎进他的脖子 同时安慰他 放心吧 你女朋友很快和你一起死了 结果回处的路上 突然遇到被困到下水道的猫咪 他知道当务之急是回到保健室 可还是没能忍住 查看猫咪的状况 果然回去的时候 公爷他们已经过来了 他只能从外面敲着窗户 将三人带到了下水道口 请幽香用怪力 打碎混凝土盖 把猫猫救出来 但是幽香对猫猫过敏无法靠近 还是公爷用猫罐头 让猫自己跳了出来 他心中疑惑更深 愿意救路边猫咪的人 真的会是杀人凶手吗 结果当天晚上 娜娜就跑去杀幽香了 可惜再一次出现了 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真正的死灵术士是幽香 而真丝本来就是一具尸体 幽香早就知道 他会来杀自己 让真正拥有怪力的真丝 摁住娜娜 一边看毒针 一边叙叙叨 到五年前和真丝约会的情景 那场大火 他并没有救出真丝 不过娜娜的眼睛 一直盯着床底下的一条项链 幽香虽然是个病骄 但还是有一定是非观的 他准备把娜娜攻击 自己个真丝的事情告诉大家 并且推测 中导和黄毛的事情和她有关 而娜娜的下一句话 打消了她的念头 她居然用幽香玩弄 死者的这件事威胁她 同学们究竟会相信 善良可爱的班长 还是每天晚上 都和男朋友尸体亲热的 疯狂死灵术士呢 当然 娜娜并没有把幽香逼得太紧 提出只要和她做个交易 只要幽香保密 自己可以用超能力 告诉她真丝的想法 结果一不小心被娜娜给跑了 真丝提醒幽香 因为死灵术士 可以使用尸体生前的超能力 娜娜本来想利用森林隐藏起来的 可她万万没想到 森林里居然有这么多尸体 而且全都已经被幽香给控制了 最后 她只能逃到一座废弃的小木屋 并且把门反锁 说什么也不让幽香和真丝进来 她就这样撑到了天亮 天亮后 尸体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娜娜只能背着真丝暂时回去 并从外面挂上了门栓 娜娜今天没来上课 引起了公野的注意 但她也不知道娜娜去哪了 当天晚上 幽香又带着尸体们去小木屋 可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她便出动所有尸体寻找 却怎么都找不到 天亮后 只能用背着真丝回去 结果在路上被娜娜埋伏 娜娜早就察觉到操纵尸体需要戒指 而真丝的戒指 就是一个试卷碎片 她拿着碎片 威胁幽香带真丝 跟自己来到了海边 至于娜娜为什么能逃出小木屋 自然是因为她早有准备 在幽香带着僵尸追上来之前 她就已经拧掉了门锁扣上的穆罗斯 等幽香他们离开后 轻轻一推锁就掉了 果然 幽香看到她不在小木屋 就开始疯狂搜山耗尽体力 并且确定了僵尸 无法在白天行动这件事 这才敢现身 幽香知道自己败局已定 直接在那片碎纸丢下海后 还杀人猪心 指出了幽香之前讲过的 和真丝约会时间的漏洞 其实真丝约会的根本不是她 而是另一个女生 她疯狂嫉妒那个女生 只是一个可怜可恨的跟踪狂而已 这个碎片也不过是从垃圾桶里捡到的 为了彻底到的真丝 她不懈放火杀了他们 娜娜听着幽香疯狂的自说 将毒针扎了进去 手里是刚刚当着幽香面扔出去的试卷碎片 其实她有想过不杀她的 现在娜娜对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产生了疑惑 为什么岛上会有那么多已经腐烂的尸体 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她很快摁下疑惑 并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同学雨生 雨生的能力是把唾液变成毒液 但需要定期抓捕蛇 或者壁虎青蛙之类的东西生吃 最近和那个会顺移的好闺蜜阿勋吵架了 娜娜掏完话后 直接给这个辣妹子来了个毒针套餐 还在对方临死前问出了手机锁密码 准备来个好闺蜜双杀 将公也他们带到了海边 一边走一边讲述自己钢鞭的故事 说游香杀了真思要她彻底属于自己 一不小心被娜娜发现 娜娜想揭发她就被对方追杀 不过娜娜在告诉她 真思的灵魂依旧思念着她的时候 她原谅娜娜并且醒悟 直直到悬崖跳了下去 说要去天国找真思 还让娜娜带她向大家道歉 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娜娜又让小胖用超能力把真思火化 说自己现在还能听到她的悲鸣 公也同意了 小胖立马动手 顺便把其他尸体一起烧了个干净 公也破天荒的没有去调查尸体 而是一直盯着娜娜 绝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 处理完一切之后 娜娜还请求大家不要把游香的事情说出去 公也也表示同意 现在说出去办理会更混乱的 但是她突然指着娜娜 让大家好好想想 中岛失踪的时候 黄马和游香出事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人总是行踪不定呢 然而下一秒 楼上传来一声尖叫打断了他们的思考 众人立刻跑到了宿舍 一个女生颤颤巍巍指着阿勋的尸体 里面的阿勋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眼珠都快突出来了 正在维持戴隐形眼镜的动作 公也让娜娜留下来 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 又让其他人去平息混乱 等小满把医疗包拿过来才开始验尸 她直接把隐形眼镜液倒进嘴里 只是痛苦了一会儿就恢复正常 说明阿勋是戴隐形眼镜时被毒死的 那么是谁把毒低进了眼镜液呢 公也还是怀疑娜娜娜娜娜便告诉她 余生和阿勋最近好像在吵架 刚好余生的能力是把拖液变成毒液 可众人却怎么也找不到余生 公也被猜测 余生很可能已经死了 继续套娜娜的话 让她说出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 因为之前公也注意到 娜娜对这个房间布局似乎很熟悉 知道窗户是坏的 结果娜娜反应快 告诉她自己之前来找过阿勋一次 成功原来过去 就到这时 小满开口让公也别再怀疑娜娜了 凶手就是余生 但刚刚用阿勋的手指紧锁了她的手机 发现余生下午三点给她发过消息 下午三点 娜娜跟他们在一起根本没机会发 没想到公也有独定的语气 告诉大家凶手就是娜娜 并且把顺序收了出来 早上娜娜的森林碰到余生并杀了她 然后将尸体藏在众多尸体中 被小庞一起烧掉 再拿着余生的手机提前编辑好信息 塞进兜里 等和公也一起的时候偷偷点发送件 但公也一直盯着她 她根本没有机会丢手机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余生的手机应该就在娜娜身上 说着她上前搜身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娜娜身上什么都没有 公也尴尬了 按理来说应该就是她想的那样 可没有证据的话 一切推理都是耍流氓 娜娜很清醒自己留了一手 公也已经把大部分事实推了出来 唯一的错误是发短信的方式 她根本没把手机带在身上 而是找了一个日光直视的地方 把尸体的手指放在了发送件上 等尸体被太阳晒得融化 就会自动发送信息 这个方法风险很高 一方面可能会被重拾误触 另一方面如果当初 公也仔细搜查现场 很有可能会发现这个 好在娜娜赌赢了 公也为了盯她放弃了查看现场 洗净心衣之后 娜娜又开始装好人 说自己听到了 余生在天之灵的声音 说要向勋和大家道歉 这句话就意味着 余生是杀掉阿勋的凶手 并且因为自责而自杀了 这件事就此结果 公也和娜娜握手言和 最近死的人太多 娜娜打算扔掉毒药 防止自己被查出来 晚上正在寻夜的时候 小满居然跑来和她一起了 说是不想让娜娜那么辛苦 娜娜是真觉得小满是个好人 不自觉卸下了心房 这时小满突然问她 是不是能听到别人的心声 那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呢 同时拿小刀抵住了娜娜的脖子 小满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问娜娜她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娜娜自然像往常一样忽悠了过去 于是第二天 小满一直拿着一个礼物 让娜娜当着同事的面 猜里面是什么 娜娜自然猜不出来 直到放学的时候才终于开始猜 让她毫不意外的猜错了 理由是最近太累 以及周围同学的心声太大了 大家都被她忽悠了过去 即使娜娜知道 面前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小满 她对自己的称呼不一样 而且手上的伤口一直没有恢复 明明只需要舔舔就行了 于是小满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是从未见过的男人 这个男人自称是他们的学长 她将娜娜带到了一个山洞 娜娜猜测 这个人和那些尸体是同一批来倒的 学长没有否认 还坦诚自己平时会变成猫猫的样子 监视一切 所以她知道那些人都是娜娜杀的 五年前 这道岛上是学长的班级在训练 但有一天 他们这些超能力者开始自相残杀了 整个岛现有了大混战 学长想逃出岛 却听到了剑桥打下岸边的冰冷枪声 后来学长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在最后一个同伴死去后 他用能力回到了内陆 但家人们以为他早就死了 外面的一些人似乎也不希望他活着 学长又只能回到了这里 后来国家开始招募超能力者 他察觉到这其中应该有政府的手笔 便不准备坐视不理 直到发现了娜娜这个杀人狂 他不知道娜娜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一边说一边若无其事的喝起了咖啡 然而下一秒却痛苦的倒了下去 娜娜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下的毒 毒死学长后 娜娜掏出手机 想把这件事汇报给上面 然而化成工业的学长却站了起来 没错 他可以使用幻化成人的能力 所以现在的他也是不老不死的 毒自然对他没用 学长抽过娜娜的手机 问他在给谁打电话 看到上面的预计杀害人数 他已经猜出了娜娜是政府派来的人 成功拦住想要逃跑的娜娜后 他问起了娜娜的家人 想换个怀柔政策 原来娜娜的父母就是被超能力者杀害的 他还有个哥哥 但哥哥早就从家里面出去不知所踪了 学长并没有对娜娜做什么 反而放他回去了 在他晕过去之前提醒了一句 小心点 杀人犯不止你一个 或许这个班级也吃的会演变成五年前那样哦 在睁开眼娜娜是在自己的宿舍 还有真正的小满在守着他 娜娜告诉小满 自己的父母就是被人类之敌杀害的 所以他才会那么努力的巡视 并寻找人类之敌的踪迹 小满内觉得哇哇大哭 觉得自己提到了娜娜的伤心事 其实娜娜并没有将全部告诉小满 当初是因为他贪玩 晚上从窗户偷跑出去买漫画 又忘了关窗户 那个人才从窗户进去杀害了他的父母 从那之后 娜娜现有了深深的自责 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父母 知道他的事情后 小满更加关心娜娜了 晚上还跑来和他谈心 差点撞上学长 幸好学长及时变猫 小满和娜娜聊了一夜 第二天 娜娜从桌子上醒来 发现小满正坐在床上发呆 突然工也推门进来 让他们跟着自己走 班里又死了一个人 这次娜娜是真的慌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动手啊 班里居然出现了新的杀人犯 难道五年前的事情又要重演 死者是小飞 救助在刺头小胖的隔壁 但小胖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而且他跟另外三个男生待在一起 工也让三个男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第一个男生是变身 第二个黄毛是灵魂出巧 第三个小卷毛是把群身变成磁铁 而发现尸体的是小飞的女朋友疯子 他的超能力是操纵空气进行攻击 还最原本演示了一下 工也那么结实的尸体 都被风刃吹得血肉模糊 直接飞了出去 据他所说 这个能力很难在空气不流通的室内发动 只有通风的地方才好使 工也想起来 小飞就是死在敞开的窗户口的 而且现场血肉模糊 看起来是他想从窗户逃出去 之后工也被老师叫走 娜娜带着小满去房间调查线索 而小满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魂不熟失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还问娜娜打背人力之敌 毕业后想干什么 然后邀请她来自己所在的城市 说他们家有很多房子廉价出租 当然她更希望娜娜能直接住在自己家里 她的爸爸妈妈都很温柔 肯定会喜欢娜娜的 没想到娜娜突然变了眼色 你前不久才知道我父母被杀的事情吧 说完之后放下碗筷离开回到房间 思考小满究竟是怎么回事 外面突然想起敲门声 是给她送洗好的衣服的 而娜娜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 这件衣服是小满帮她送洗的 而衣兜里还有她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毒药 而小满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工也 但她已经抓到了把柄 并似乎着要不要在暴露之前多杀几个 不过工也让她跟自己一起去盘查疯子 疯子的那天晚上12点后和朋友待在一起 他说小肥最近好像在减肥 每天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了 但这两人的关系好像有些冷淡 工也怀疑疯子是凶手 因为之前听说过小肥惹怒疯子 他还为此在整个学校追杀小肥 结果最后小肥从泪趴起的疯子口袋中 偷偷钻了出来 他的能力就是变小 甚至还能变成钻进毛孔的大小 如果他发现了袭击者 应该可以瞬间发动能力 除非并没有对袭击者设防 再将的尸体是被一刀割断喉咙的 再看现场的乱七八糟的样子 使疯子的可能性很大 工也并又去调查尸体 娜娜则来到了小满的房间 小满正在洗澡 他并没有找到毒药 只看到了桌子上的日记 上面全都是对娜娜各种化石彩虹屁 这时学长拿着毒药出现 将毒药还给了小满 然后提醒娜娜 你不觉得小满洗澡洗得有些酒了吗 娜娜推开门一看 小满还有呼吸 但放着不管的话肯定会死 原本她就是来杀人的 可还是忍不住将小满放回了床上 还去找老师问医生在哪里 好巧不巧医生不在 无奈娜娜只能去找工也拿药 她之后又去食堂拿水和补充食盐自制的生理盐水 因为小满已经出现了脱水的症状 可食堂没人开门 她只能打破窗户自己来拿 刚好工也拿着仪器过来了 检查过后 还是觉得去正规医务室查看一下比较好 同时也注意到了房间的凌乱 像是有人在翻找什么东西 好在小满逐渐退烧了 这时疯子走来问小满怎么样了 让娜娜去休息一下 自己来照顾就行 她这番举动引起了娜娜的怀疑 如果小满和小飞的案件有关 那疯子很可能为了封口要干掉小满 说不定小满出事也是她弄的 这样的话她就更不能离开小满了 明明娜娜现在有很多事要做 她还是留了下来 最终小满苏醒 告诉娜娜说 小三花带了另一只受伤的猫咪来她房间 她便把那只小猫给救了 然后浑身发冷便去洗澡 可能是最近使用能力太多的后遗症 娜娜心里抱怨 这不是个案件无关吗 白白浪费她的时间 但是在看到小满想上前 舔她手上的小肾口的时候 她打发雷霆 怒吼着这种小伤不知也行 你不知道使用能力会削减你的寿命吗 小满被吼得有些懵 不过她知道娜娜是为了自己好 娜娜也确定小满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秘密 连人把话说开重归于好 另一边 学长正在警告一个身穿斗篷的人 别再伤害那些动物了 而岛外洗脑娜娜的那些人 正讨论要不要去观察 其中一个男人坚持要去 毕竟娜娜也算是我的家人 容颜还在调查小肥的案件 四处走访的同学对小肥的看法 娜娜看到小满好转后 准备去干掉疯子 再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但小满希望她留下来陪自己 她就留下来了 小满告诉娜娜自己以前也有个朋友 是她让小满开始帮助别人疗伤 可惜的是 那位朋友生病去世了 因为小满只能治疗外伤 不过小满也因她而坚强了起来 讲完这一段经历后 娜娜走了出去 看着手机机面上显示的 小满预计杀人数15万 她第一次对自己以为的正义产生了怀疑 正陷入小时候回忆的时候 小满突然又过来找她 之前娜娜说过自己父母约翰的 第二天早上走出客厅 发现空屋一人 问娜娜那个时候有没有踩到什么 娜娜虽然一脸懵逼 但还是回答没有 刚刚她和小满在房间玩游戏 地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妻子 如果那时候她也玩去到半夜 肯定也会踩到妻子 没有踩 说明肯定是父母半夜 帮她收拾干净了 那肯定也顺便关了窗户 所以 所以不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真正有罪的人应该是凶手 这些都是小满这几天 绞尽脑汁想到的 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魂不守舍 而娜娜终于彻底向小满敞开了心扉 还主动想要送礼物给她 结果挑选的时候 又被公爷找上了 这几天的打探 公爷找到了新的线索 而且最近似乎贫乏虐待动物的世界 如果他们不尽快找到凶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下一个受害者就会出现 在公爷忙着找凶手的时候 娜娜和小美正呵呵美美的小朋友 这天晚上 学长又来了 告诉娜娜自己刚刚看到了小满 学友人把她叫到了寒边的小屋 娜娜顿觉不妙 立刻追了上去 叫走小满的人很可能是杀人魔 而就在小满往那边赶去的时候 她接到了上司的电话 那个人提醒她 别忘了人类之敌的任务 这个电话让娜娜清醒了过来 是啊 反正她的目的就是追杀这些人类之敌 朋友什么的根本无所谓 话是这么说 但她还是在最后一刻扑到小满面前 替她挡下了杀人魔的攻击 而真正的杀人魔 就是当时的隔壁的黄毛小哥 她是灵魂出脚心胸的 也可拥有不在场的证明 现在她将刀刃伸向了娜娜 小满却无能为力 她想救娜娜 娜娜却对她恶语相向 说得及只把她当成一只听话的小狗而已 果然小满生气的跑开了 与此同时 公爷找到了黄毛的本体 都快把人掐死了 灵魂才不得已回到身体 原来娜娜在出发之前 就找到公爷说出怀疑对象是黄毛 两人分头行动 娜娜却救小满 公爷留在宿舍寻找真身 然而娜娜现在身受重伤 也无法靠自己回去 她第一次交到朋友 难道就要这么死掉了吗 在意识消散之前 她又看到了小满 小满堵上剩下所有的寿命救回了娜娜 她第一次交到朋友 但是朋友死掉了 娜娜将会何去何从 而小满的死 又将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敬请期待下一季